請陳部長 紅原好 部長 我今天其實是想要再繼續跟討論 關於這個城中城的這個活災的事件 那我當然知道今天這個內政部 貨營建署沒有到這個地方 可是確實還是有一些 針對在這幾天有更多的資訊出來以後 那有些議題我覺得需要來跟衛福部 來進一步的探討 那上禮拜在這場很讓人遺憾的大火後 其實陸續續很多的新聞報導都有出現了 這個提到了一些部分 尤其是比方說 這個死傷的名單中 其實多數都是這個高齡的弱勢的民眾 那我們也看到陸續續有一些在 比較有社工服務經驗的機構 那他也提到了說 他們其實在這些這個社工的工作裡面 他們有時候會看到有些居住的環境 真的是一個不安全的環境 那他們可以有些比較有資源的機構 他可能可以協助一些修繕的工作 可是他們也還是會想要去勸這些老人家 真的找一個安全的地方去居住 那當然他們可能可以幫忙找這些居所或 租金的這個募款 可是其實多數的這些弱勢的老人家 坦白說 其實是無處可去或者是不想搬 那在這裡面我們看到幾個問題 當然我覺得現在在這一個禮拜裡面 討論最多的 其實看到的是大家討論這個建築管理 或者是消防安全的問題 這是比較多的 但很多人在談到這個 這個管委會這是事情 可是我說實話 我自己覺得在這樣子的案例裡面 我看到一個更根本性的問題 其實是貧窮的問題 為什麼說這是更根本性的問題 我可以跟部長說 其實我自己大概在五六年前六七年前 其實我大概就自己就住在像城中城 這樣子一個住商混合的大樓裡面 那為的很簡單 因為當時的年紀更輕 收入低 所以其實大概就是希望能夠減少個租金 一個四五千塊 相比在其他地方 同樣的坪數大概希望減少個幾千塊 所以就住在這樣的地方 我可以跟部長說 這就我當時的這個經驗裡面 其實在這樓梯間的地方 你就會看到針頭 你就會看到很多易燃的垃圾堆積在這個樓梯間裡面 那會有人在那邊抽煙 所以常常偶爾你就會看 會聞到也許在那邊抽煙 這個煙蒂丟的不好的時候就會燒起來 那在這次城中城的事件裡面 現在調查也發現 他的這個防火門甚至直接就已經被拆去賣了 坦白說 我認為這已經不單單只是建築管理的問題 他更多就是這個貧窮的問題 所以我們現在當然大家說 如果我們怎麼把建築的管理給做好 或者是這些管委會給做好 但我可以跟部長說 等到我們把建築管理做好 把這個 這個管理委員會這些事情相關的法規做好 到時候他的租金就會漲 租金漲了以後 你現在看到住在裡面的人 他可能就住不起了 他一樣要流落到其他的地方去 所以這是為什麼我想跟部長說 我認為這件事情的本質 有個很深的本質 是貧窮的問題 不只是那個建築管管不好而已 這些事情交互作用起來 坦白說 我們沒有一定是必須用一個社會安全網的角度 或者是怎麼去處理 我們在貧窮問題的角度 去面對這件事情 所以我這邊想請教部長 部長 從我們這個社會安全網第二期來看 109年總共訪市評估了大概將近4萬個脆弱的家庭 在這些脆弱家庭中 我想問部長或問衛福部 有多少住在30年以上的這個危老的建築 那或者是消防不合格的建築中 這部分有沒有相關的統計 沒有 我們只是對於脆弱家庭 它有一個脆弱性 那提供相關的社會福利的協助 對 所以我們雖然到了那個地方訪市 可是可能這個他的居住環境的狀況 或者是他住在相關的住宅安不安全的問題 其實我們並沒有進入進一步的統計 對不對 對 那前兩天我們李次長又特別召集相關的單位 來整視一下我們有福利身分的 他相關的在租屋上面的一個情況 那也都明白 他們都列在我們的營建所的一個租屋整核心的補助計畫裡面 只是這樣的一個訊息可能更需要去宣導 部長 因為我們社會安全網現在其實比較著重 就是在這個就業 就學 警政 醫療 司法 這些系統 那在這次世界裡面 我們看到其實跟這個住宅相關的 或者是安全居住相關的 其實不太在我們社會安全網的這個 原本過去強調的範疇裡面 所以部長 當然我知道我們的社工的訓練 恐怕並沒有針對這個營建或安全 社會住宅安全的問題進行進一步的訓練 可是部長我是在想說 我們是不是有可能可以請部長這邊來跟內政部談一談 我知道這不是你們自己可以做的事情 但是有沒有可能我們可以來建立 衛福部這邊跟內政部這邊 在這些尤其是弱勢家庭或脆弱的族群上面 他的住宅安全的問題 有一個更專案性的界階 那尤其是我們看到現在這個臺灣大概有450萬戶 30年以上的老屋 那這個屋齡其實也從過去20幾年變成 現在已經變成超過30年以上 其實弱勢者的居住安全問題 我認為接下來一定是會越來越迫切的這個事情 所以這個我想問部長 我覺得部長是應該主動的來跟內政部來談一談 是不是可以來起一個專案針對這個脆弱家庭的 這個住宅安全的改善 尤其是他們手上可能有相關的資料 可是我猜他們手上有的資料 你們可能也沒有 你們不一定有去跟他調出來或把他撈出來 了解你們自己在高風險的家庭或脆弱的家庭上面 到底有多少是居住在這樣相對危險的環境中 部長這是可以來做的嗎 我們跟內政部來做相關的討論 不過在結構上面 我們講11住型 住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塊 那塊恐怕不是本部能夠去做 但是我們怎麼樣兩個部會 就這樣的一個需要性 大家保持一個密切的聯繫 那能夠建立一些相關的計畫 所以我們可以來一起來努力 部長為什麼我想要 我想提出這樣子的一個請求 因為我知道現在當然我們很多談到說 我們希望這個社會住宅的部分 可以更普及戶數可以更多 但是如果我仔細去看一下 比方我看一下台北市現在開出來的 社會住宅的這個最低的租金 大概都1萬塊以上 部長我可以跟你說 居住需要居住在城中城裡面的 這些弱勢的住戶 一樣住不起 租不起我們的社會住宅 當然是住不起啦 一定是住不起的 社會住宅的政策 基本上如果要尋求財務的平衡 那當然大家都住不起 一定是住不起的 所以如果針對這些弱勢的住戶 其實社會住宅恐怕沒有辦法成為 解決他們安全問題的解決方案 這是想要特別請跟部長提出來的原因 我不是說這是要由衛福部來單獨解決 可是我覺得衛福部手上對於這些弱勢的族群 有更多更完整的資料 其實應該要來跟內政部或營建署這邊 在兩邊的擅長的問題上面 有一個更好的專案的借接 那甚至來做相關的統計 從這個統計的數字裡面 去規劃該有的這些政策 比方說我舉個例子 營建署這邊有一個自建自購住宅 貸款地息及租金補貼的這個辦法 也就是說他會請弱勢者來申請 再提供這些證明文件 包括低收中低收獨居老人 那當然這些老人比較 這些資訊比較多的 其實是在衛福部手上 所以我覺得從這個角度來看 部長其實應該去了解一下 到底有多少在內政部的這申請裡面 其實是符合你們在低收 或者是這些弱勢的這個範疇裡面的 那他們需不需要有一些專責 或者是特定特別專案性的協助 來去跟他們在內政部 因為在內政部那邊 他看的是建築 對 所以剛才跟那個文宜也報告說 我們這兩天那個李次也開過會議 我們清楚知道這些有福利身分的 都納在這樣的一個租金補貼的計畫裡面 所以我一開始說我們這兩宣導不足 他們可能不知道這樣的一個計畫 或怎麼樣來進行 那怎麼樣掌握資訊協助他們 能夠取得這樣的一個可能性 部長所以我今天想進一步再請求的事情 是在你們了解這些名 第一個當然鼓勵他們去申請 能申請申請 但是當然不容易 因為有很多的這個 這個住的這個房屋的持有者 他不一定願意來登陸 在這樣子的一個機制裡面 這是這是會有的問題 第二件事情是 在我們了解相關的名單以後 是不是可以請衛福部這邊 或者是這個相關的私處 私署提出更進一步可以幫助他們的計畫 不只是鼓勵他們來申請而已 而是更主動的來協助 那這個部分當然是要找內政部 跟找營建署一起 我希望部長可以往這個方向 來思考看看好不好 對 我們可以來考 來規劃一下 好 謝謝 洪委員